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阿根提隊對上台灣B隊 那兩個隊伍都是B級的隊伍 實力也是布隆小店的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我們台灣選手KW KW選擇是敗戰艇 那敗戰艇在海戰圖來說 有這個火戰產的20%攻速加成的優勢 短短來說不太弱 而且他有這個樹地的優勢在 但是在打這個團隊島嶼的時候 不太會去打這個樹地 而是一個穩穩的開農出漁船 然後出戰船去燒對方的漁船的一個打法 但是有這個火戰船的優勢 所以不太會打這種樹地打法 那樹地打法的話 對這個敗戰艇來說 並不是一個非常優質的選擇 好 那我們稍微來繼續看隊友 他的隊友是藍色 藍色選擇是達魯皮圖 那達魯皮圖的話 一開始有這個捕魚優勢 這個漁船跟漁民 有這個雙倍的載量 原本只能載15個肉 漁肉回村民 回這個碼頭 但是變成達魯皮圖的情況下 漁民呢 跟這個漁船 都可以變成兩倍中載量 30肉 可以爽爽的捕魚 所以這部分達魯皮圖在前期有個優勢 但是戰艇的部分要等到帝王時代 這個樓船出現之後 才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灰 這個青色 那青色是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的話 在這個 海戰來說的話 優勢並不太大 但是他的登陸戰來說是蠻強的 西西里這個攻堅穩 不管是這個插塔 或是打這個薩金衛隊 薩金特衛隊 或是打這個索子甲騎士 在這個登陸戰來說 西西里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是這個圍金人 哇 圍金人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我們頻道上了 圍金人自從被拔掉拇指環之後呢 這個弓兵再也不強 不強之後導致圍金人的勝率 直直下降 而且圍金人也沒有火炮 導致他後期的一個對應 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圍金除此之外有這個強大的經濟 免費的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讓他在其他文明之間 經濟上來說是 全資源來說是經濟上最好的 所以圍金人可以用自己強大經濟 利用這個經濟好的一個狀況 去打個帝王初期 或是城堡時代 直接經濟BOSS對手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對於團隊島嶼來說 這樣地圖圍金人最大的打法 還是這個圍金戰船 圍金戰船的話 數量一多這個箭矢 箭與啟發 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圍金人這張圖也是不弱的 那目前看起來 台灣隊選擇的文明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打一個海戰都是有極大的優勢的 然後還有一個陸地登陸的文明 這個西西里 我覺得蠻看好這一場 台灣隊的 結果這邊在造運輸船了 哇西西里這邊是在幹嘛 運輸船開蓋 按錯了嗎 還是真的要搞登陸了 沒有載村民 哇這邊沒載村民 然後直接出發 這個是 下面進行 看不太懂 好沒關係 我們就來拭目以大 這個西西里的漁船 這不是漁船 這個運輸船 不知道去哪裡 好我們來稍微介紹 對方的一個文明 阿根廷B隊呢 這邊選擇了紅色的文明 是薩拉森 那薩拉森的話只有運輸船比較有特色 那戰船的部分也沒有太大的一個優勢在的感覺 那我覺得薩拉森人就是普普通通 在這張圖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好那再來就來看黃色 那黃色選的是蒙古 蒙古也是 蒙古跟海戰也沒沾上什麼太大的關係 然後我覺得 阿根廷B隊是不是有點放棄 團隊島嶼的這種感覺 但我不確定 因為他們這邊選擇的文明 又有日本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日本吧 日本是橘色 橘色的話日本是捕魚有優勢 但是戰艦方面也沒有優勢 所以在戰艦互打的情況下 日本不會有太大的優勢 但是如果純捕魚來說的話 日本是相當強勢的 那稍微來講做紫色 那紫色的部分是選擇中國 那中國的話是比較全面性的文明 但海戰也沒有特別強 所以真的感覺上 阿根廷B隊是有點半放棄 這個團隊島嶼的感覺 那我覺得台灣B隊 這場贏的機率是高達87% 我是沒有看到結果 我也不知道誰輸誰贏 所以 我目前感覺上光選文明 台灣隊是佔了極大的優勢 可以基本上要說那個字 想要輸是很難的 這邊結果西西里直接打一個登陸戰 這個DAI DAI是少爺 少爺打登陸戰很強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西西里在打這個團隊島嶼的時候 登陸戰是非常強勢的 但沒想到這麼早 其實就開始進攻了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蠻關鍵的 我之前跟天空熊一起玩的時候 跟他打這個團隊島嶼 他也是 直接打登陸戰 我也是跟他一起打登陸戰 畫面超好笑的 我直接出弓壁 然後他出落馬 我們兩個直接上去騷擾一波 然後對窗就直接爆開了 海戰連打都不用打 直接就贏了 就我們兩個一次打4個國家 非常凶狠 這個的話 如果是單人去騷擾的情況下 其實強度來說 可能會稍微不太夠 但是我覺得可以 給到對手足夠的壓力 結果這邊也是打一個登陸戰 哎呀不錯不錯 阿根廷這邊也是相當有意識 今天其實團隊島嶼這張地圖 盡量要選擇一個人去打登陸戰 然後其他人全部去捕魚打海 保護農經濟會比較好 一個人給到的壓力 可以給到三家或兩家的壓力 基本上就是你主要事情 那外加蘿莉 這邊遇到登陸戰 工兵開始出來了 但這邊村民有在打 哎呀死了 又死了一隻 好那這邊 赤頭島的數量有點多 村民樹還有三隻 工兵也在出 稍微圍一下 好那這個就是前期的登陸戰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讓對方插箭塔 你只要一插箭塔 就可以讓對方經濟不好 好但不插箭塔的話 又很難守得住 這個就是一個登陸戰的一個要點 你看到對方插箭塔的話 村民就可以趕快繼續移動 去找一個地方 去做一個進攻或防守 好這邊想要圍 但這邊紅綠色 KW的一個肉碼開始出來 但沒想到這邊村民非常的強勢啊 拳套直接拿出來開扁 然後次後直接狂倒光光 這邊可以再拿到殘血村民嗎 只有稍微的一滴血就可以被砍死 四滴血 後面有工兵 第一時間去收殘血了 先打工兵 欸米奇大使在晃啊 欸欸欸怎麼不幫打 欸米奇大使在搞是不是 欸跑掉了 哇這個是在巡邏 沒有幫打 不然這裡又有一村要被打死才對的 好那這邊蒙古直接拉了這個運輸船來在村民逃跑 好這邊戰船能包夾到嗎 這邊蘿莉的戰船在巡邏找對方的運輸箭 但他以為對方已經從後方溜過去了 殊不知他已經往中間這邊跑 好後方這邊戰船 中國 欸不是中國 沙拉勝戰船也跑了出來 開始要來做一個騷擾漁船動作了 完蛋漁船直接爆光 哇 六發直接一發一隻 超級猛 哇漁船全部毀了 沒了 BBQ了 好那DI少爺直接出了非常多肉碼跟長槍兵 那對手這邊紫色那家中國 是選擇了肉碼來做應對還有槍兵 那這邊紅色也插了一根劍塔做投資 但是他沒辦法很專心的打路上 因為他是需要出戰船去騷擾台灣隊後方的漁船的一個重點 是他的主要工作 但是有投資到一根劍塔來說 也稍微傷到一下對手的經濟 那這邊 西西里 少爺判斷也是很準確 只好對方紅色已經蓋劍塔 開始把這個重心 往這個黃色加打跟紫色加裡打 好這邊 哇靠 這個沙拉勝戰船到處拆漁船 超級強勢 好那左邊這邊米奇大師 這個達魯皮圖 對上橘色 日本的戰船 兩班戰船都是戰隊名秀 但是這邊米奇大師戰船居然讓他繞了過去 後方KW敗暫停的漁船只能四處逃竄 那這邊沒有出這個火戰船來防守 這個有點濃過頭 這邊龍過頭雲也只是因為自己出了這個刺猴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出太多戰船來做反制 因為剛剛其實這一波進攻 黃色是靠這個KW敗戰艇去做防守的 所以這邊我覺得台灣隊好像似乎沒有協調好的感覺 這個軍隊來說有點四處分散 但是這邊 黃色直接兩隻川民回國直接被打死了 哇那這邊 黃色其實有點慘 川民被收掉這麼多 但是我覺得台灣隊現在的問題蠻嚴重的 因為台灣隊的漁船全部被殲滅了 但是伯根蒂的漁船在後方還是爽爽的在捕魚 那這樣一來經濟差距就會越擴越大 沒想到台灣隊這邊明明有戰船優勢 但是卻沒有打出非常好的一個戰船的一個 成績出來 那也是因為黃色蒙古這邊打登陸戰的關係 所以KW不得不趕快去造一些肉碼過來做防守 好那KW這邊刺猴還是有在繼續造 喔這邊十隻刺猴也要許 這十隻是在哪裡啊 哇這邊十隻直接在砍橘色的村民啊 哇這邊肉碼在家裡防守完之後 還不忘記喔 這個刺猴運到對岸去 直接造成一個巨大的傷害 哇這邊金礦直接被騷擾 好那紫色的肉碼也過來做 那少爺這邊進攻看起來有少爺被擋住了 沒辦法再繼續徒續做輸出 對手也不是省油的燈 喔沒有這麼好騷喔 村民還是會做一個反打 那用刺猴做一個進攻的問題喔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擋下來啊 而且村民很容易被反擊成功啊 哇這邊槍兵也太多了吧 好 那台灣隊目前看起來是偏弱勢的一個狀況 那戰船的部分兩邊也在互射 那戰船這邊數量上有稍微弱勢一點點 國關第一這邊要稍微撤退一下 那台灣隊正面的這個小弓還是有在出的 好這邊工兵直接殺到綠色 KW的家裡 這不是邵爺家 邵爺就是前線壓制對手的 出刺吼的那個 西西里 那西西里這樣這樣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那我不確定他這樣子會不會是件好事喔 雖然這個騷擾是一定要做的啦 畢竟已經打登陸戰了 不能半途而廢 除非對方兵力實在是可以直接擰壓過來 但是如果對方真的出到這麼多兵力的話 邵爺這邊也是做到該做的事情 就是讓對方有出大量的兵去拖垮經濟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羅莉 哇這個戰船打得錯 直接把對頭戰船全部包起來打 好但是這邊舉一說 日本早就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由於這家的漁船都沒有被摧毀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還是不錯的 而且日本的漁船的捕魚速度 是全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這邊第一時間上到城堡時代好像也不太意外 好那再來就是KW 終於也到了這個城堡了 好那大家都上城堡時代 目前 骨棍迪隊有一個 不是骨棍迪啊 阿根廷隊有一個時代上的優勢 奴炮戰船升級都很快 所以他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進行的往前前要 那圍巾這邊戰船可能趕快升級一下 奴炮戰船 然後慢慢轉出自己的圍巾大戰船 也是可以做個選擇的 但我現在說 奴炮戰船還是比較實用一點 但我就覺得 恩 我個人還是比較窮 圍巾大戰船 然後這是我個人的感想 雖然奴炮戰船來說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好 來這邊轉一下 OK 台灣隊果然這邊時代上有點輸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 把這個戰船升為奴炮戰船 只能被壓著打 還當畫面來說有點虧 但是右邊圍巾 哇 經濟非常好 不愧是全遊戲一面 經濟最好的文明 戰船來到了24艘的奴炮戰船 那這邊西西里果然被壓制住了 這邊大量的一個長槍兵跟騎士 直接驗了過來 這邊少爺能夠撤退成功嗎 兩隻村民也是硬身倒地 這邊潛壓 已經被消滅了 但是這也是少爺想要做到的一個效果 讓對手直接大爆鼻 沒辦法好好弄 好 那這邊其實已經做到十度的工作 少爺這邊可能要趕快回歸初心 趕快農上城堡時代 這邊西西里這邊還沒有點城堡 投資太多肉馬在做前線的騷擾動作 所以導致這邊時代還沒辦法順利的上上去 還差一點資源 好 那紫色這邊中國 肉馬這個騎士出了很多 待會這個運輸船艦 可能還是會再繼續搞一個登陸戰 不太可能把這個騎士就放在家裡 去做無所思事的事情 去打那些建築物 太沒有意義了 好 這邊果然工兵出來 但是KW騎士也出來了 抓這些工兵其實綽綽有約 好 這邊把房子滴掉 讓這邊騎士有輸出的空間 好 那工兵再次解掉之後 中國這邊要準備要來前線 蓋碼頭 要來繼續打登陸戰了 中間這個海峽部分是相當關鍵的 這有點像是我們台灣海峽的概念 好 大家也知道台灣海峽的一個作戰的 戰略位置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這邊這個海峽要怎麼拿下來 就是個問題 那沿岸的部分 建議是可以蓋一些城堡 或者是劍塔來防守 這邊大家一起在中間開碼頭 戰艦即時補充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 那這邊 維京繼續出弩炮戰船 果然沒有出這個維京大戰船 因為最近的META 維京人並不一定會出這個維京大戰船 弩炮戰船是偏多的 我不太確定是什麼原因 那我覺得維京大戰船還是我的最愛 好 那左邊這邊 DWP圖 米奇納斯 這邊是選擇了要來升入日本後方的戰艦 那後方這邊已經有一隊在打了 所以日本在追啊 這邊是想要來防守漁船 漁船全部都跑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邊米奇納斯利用分隊的一個狀況 這不是米奇納斯 這個是蘿莉 蘿莉的戰艦道的後方 那米奇納斯在後面想要去追後面的漁船 好 但是這邊要來追到了嗎 喔 這邊戰船自逃我亡 米奇納斯這邊 這邊這邊深東擊西戰術打得還不錯 這邊吸引到了日本戰隊過來回首 但下方這邊戰艦直接抓到了大量漁船 直接爽吃一波 右側的這個戰船也在進攻 但是中間這邊運輸船開始要來打登陸了 哇 這邊太多東西在開打了 好 這邊騎士也在巡邏 其實第一時間不太好登陸 中間還有一台衝車 左邊這邊有輪炮戰船 也是準備搞登陸 好 那這邊黃色的漁船會抓到嗎 哎呦 找到找到 哇 漁船找到 這邊蘿莉第一時間我看到了 哎呦 我看到了 趕快往下追 追漁船 追漁船 好 漁船追到的話就會很賺喔 這樣痛擊對方的經濟 這是台灣隊的一個希望 不然台灣隊的漁船 這邊已經基本上被截面大禁了 後面在這邊補漁船已經有點傷到經濟了 那KW這邊也沒有補漁船喔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喔 適時的去補下漁船會比較好 有補漁的話還是比較香一點的 撒西米嘛 對不對 吃一點也是蠻香的 但是沒有想到 中國的這邊騎士喔 沒有第一時間去做一個登陸的動作 反而是把騎士放在家裡做一個防守 好 那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好 中國喔 你看他騎士在家裡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船隊島嶼上 這個騎士千萬不要放在家裡防守比較好 那你用家裡自己產出來的騎士做防守就可以了 生產出來的騎士就可以盡可能去騷擾對手 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這邊中國玩家 DS這個中國的文明 就沒有不知道這個細節 稍微可惜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他這邊要在轉戰艦部分吧 這個已經在生弩炮戰船了 好 那日本的漁船其實也被毀掉了蠻多的 其實沒辦法很好的捕魚 後方能好好捕魚的文明也剩不多了 這邊後方黃色的漁船也被打掉差不多了 那中間的戰艦待會就要一觸擊發了 那我覺得待會自爆船可能要多造一點出來 只靠這個奴炮戰船是沒辦法的 然後靠這個火戰船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邊帝王師在大家也已經逐步點下了 這個時間可能會打的有點長 好 這邊可以一波 好 上方這邊戰船還在繼續拆 但我覺得這邊有點尷尬 這邊想要鎖這個碼頭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再想繼續往後深入 像這個蘿莉一樣一直瘋狂深入 那他們完全沒有機會捕魚 那少爺這邊也是蠻偷的 那這邊前壓失敗之後 就騷擾失敗之後 就直接回去開始瘋狂按漁船 後方的漁都是這個少爺在吃的 好 那這面部分碼頭 總共有四個 四個碼頭 但是裡面的戰船器量並不多 蒙古也轉出了自己的戰船 目前很多文明都已經上到了帝王師 這邊都已經點下了 那待會這邊可能會打一個帝王的timing嗎 這邊藍色帝王師帶還有20秒 那日本這邊帝王師帶有1.9 還有3分鐘 目前台灣隊稍微有點小小優勢 但是紅色跟紫色早就已經上到帝王了 奴炮戰船三級也在做一個升級 三級一射 這個重型還沒點 點了點了點了 大聲點下的重型奴炮戰船三級 還有這個造船員也點了 地龍時代海戰一觸擊發 火戰船也開始出來燒燒 哇 這個戰船大戰看了有點點花撩亂啊 好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海溝的一個重要處 紫色中國也是濃縮大量奴炮戰船全力打海戰 沒有在想搞那些登陸有的沒的了 你海戰拿的下來才有機會打登陸 這個諾麥定登陸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海戰有一定的優勢之後才可以把人員安全的運送到對面 這不是在勢力國裡面也是同樣的道理 好 那到了地龍時代之後 拜登陸的重型火戰船的威力出來了 攻擊力加25% 這個燒船速度跟鬼一樣直接血用跳的 快速血量直接就沒了 燒了一乾二淨 這邊點下了希臘之火 哇靠 這個是 銀罐 這個希臘之火是什麼能力啊 有點忘記了 是跟火戰船有關係的嗎 好像有 好 點下希臘之火 效果是如何呢 好 這邊再繼續做追逐 好 但是這裡有城堡 只能先撤退了 這裡不能再繼續打下去 好 那這邊紅色 戰船數量也是開始變多 那帶來紫色也開始轉出了自己重型的爆破船 這邊爆破船決定是MVP的 所以爆破船也是要稍微出一點 只是靠奴炮戰船是絕對會出事的 那如果要搭配自爆船的話 最好是要搭配這個火戰船 去做一個扛傷害的動作 不然這個自爆船很容易在中途 就被奴炮戰船給攔截住了 好 那左邊日本跟WP2 還在做一個奴炮戰船的一個互換 但是柔船沒有轉出來 打WP2還是再繼續轉出自己的重型的奴炮戰船 那開始台灣隊友反打的跡象出來了 那中國這邊雖然左邊還有中國的戰船 但其實實際上數量也並不太多了 因為KW的敗戰體實在是太強了 這個火戰船很猛 戰局直接改變 如果你的戰船海戰時候打贏的話 就可以馬上轉出自己的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也是攻堅海戰的一個重要單位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海上的火炮單位 可以直接在海上拆對方的城堡 相當重要 欸 你出來了嗎 欸 兩台勒 兩台火炮戰船 OK 那順帶一條西班牙的火炮戰船 這個火炮的射速是非常快速的 這個落彈速度非常快 所以打海戰來說西班牙我也是蠻喜歡的 這邊自爆船炸了一波 但是沒有炸到太多東西 中國這邊的操作有點硬 現在目前阿根廷只能靠中國打前線 紅色薩拉森的一個海戰優勢 基本上要消失殆盡 沒有太多的戰船可以防守 但這邊沿岸都有蓋城堡 做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這邊奴靠戰船有點在送了 好 那米奇大師過來一起包夾中國的最後軍艦 那最好是搭配一下KW的重型火戰船 去做個包操比較好 好 那這邊直接深入敵人港口 這邊港口非常多 但是後方城堡快要建立起來 這邊米奇大師可能待會要稍微撤退一下 但是還可以再打一陣子 因為KW的戰船也在過來做個集結 想來直接殲滅了 好 後方城堡要準備立起來 這邊射個一波 可以再收掉 收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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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左邊這邊 戰船部分也補了過來 那目前米奇大師漁船 不是漁船 戰艦部分的數量還可以變少 好 但是青色 少爺西西聊也是出了重心 我戰船就過來幫忙 不是轉出這個鎖子甲騎士要打登陸戰了 直接轉海戰了 好 那這邊 回禁人 精銳火炮戰船也升級好了 45攻的精銳火炮戰船 開始在拆城堡跟碼頭了 那日本這邊選擇的是重型炮炮戰船 沒有選擇其他的特殊打法 比較穩健一點 好 但是又轉出了自己的重型火戰船 看來日本也覺得要轉一些進戰單位 去防守一下海戰 不然只靠奴號戰船其實是很難打贏的 好 那大家的經濟其實都補得差不多 那貿易部分也開始慢慢跑了 就下這個商隊了 準備要來跑貿易 那如果你要在這個團隊打為跑貿易的話 你要在旁邊蓋城堡 然後四級這樣跑 才比較不太容易被對方直接怒猜 四級的一個問題 好 那阿根廷B隊這邊也早就 開始要來準備自己的經濟了 這個貿易車腿已經在出了 兩邊都對貿易有一定的意識了 好 那這邊目前看一下台灣B隊 目前站上的上風 但是我覺得沒有人打登陸戰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這就意味著你們海戰 就要一直你打我我打你 可能就變成五五開 並不會有拿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戰果出現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畫面 大家都是弩炮戰船 鋪射 然後看到城堡就拆一下 火爆戰船就打一下 然後看到邊邊夾夾有四級 大家用這個火爆戰船去拆一下 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那陸地上一直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讓對手壓力就會減輕很多 但是如果有一架去打登陸戰的話 海山部分又不一定打得贏 這就是團隊島嶼的一個問題 很麻煩 你該派誰去打陸戰是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這邊首選還是習習也去打陸戰 但感覺上是因為台灣隊剛剛海戰快打速的關係 應該是有經過溝通 去跟少爺講說你要補下海戰幫忙打一下這樣子 那確實也是如此 對方也沒有打一個登陸戰 大家都是打一個海戰的部分 蒙古也是 中國也是 全世界都打 那後面這邊 終於蒙古在後方蓋出大量的碼頭 打自己的經濟 喔不是中國 不好意思 那蒙古的部分也是有打 後面這個碼頭也是很多 這邊要轉出一些大量戰艦從右邊殺的出來 這邊就是蒙古加上紅色 薩拉森的一個戰艦軍隊 但是右邊只有蘿莉 弩炮戰團多了一個防守 這個海域右側快被突破了 少爺趕快補了很多的火戰團想要來幫忙 但是其實這個效果感覺不是很好用阿 西西里是不是沒有快速火戰船阿 他們只有重型火戰船的感覺 哇好像有點慘喔 西西這樣打海戰我覺得不太U 但是不打海戰的話可能會出事 雖然這個是台灣的一個比較尷尬的點 目前看起來海戰部分 台灣隊跟阿甘廷隊 兩邊都是極力打海 那我覺得這裡有個細節 這邊其實火戰船可以摻雜一些 自爆場去做一個攻堅動作 可以直接把對方火戰船給炸爛 速度是比較快一點的 好但中間這邊台灣隊拿下了一些優勢 這個城堡沒意外應該是可以拿下了 哇這個圍牆技術還來不及好 倒掉 右側這邊大量的一個 爐炮戰船直接堅守右邊這部城堡 反正這部城堡是被打爆的 現在又被重新蓋一座起來 那薩拉森這邊後期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薩拉森後期的司機買賣也是有優勢的 支援上的調配來說可能會好一些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事情 如果這樣要打到這麼後期帝王時代的話 那這邊要注意島上的資源 因為木頭是會挖完的 所以這邊也不能太過於開心的去過度買賣 我容易把自己的基本資源 肉跟木頭給買賣完 這個是玩薩拉森後期海戰的一個重點 你這個沒有注意的話很容易 這個木頭賣太多 導致後期沒木頭 我覺得很尷尬 變成全世界都買木頭來造船 但是不買又不行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薩拉森來說 買賣是一門學問 左邊目前伯根地隊開始打出優勢來 日本加上紫色的中國 日本跟中國聯合軍艦 開始再來打了過來 但是WP圖沒有展出自己的特色船艦 有點可惜的感覺 還是用一般的奴炮戰船再做一個輸出 中間的部分 KW還在努力的用火戰船去攻擊中間的碼頭部分 右側的部分 雖然西西派了一些火戰船過來防守 這邊確實也殺了進去 但是沒有重心火戰船的關係 被櫃輸出來是非常快速 左邊城堡紅色 這城堡中午打掉了 這邊奴炮戰船也是排開兩邊打得非常的火熱 後方戰艦也是直接排開 哇這邊直接海域開的 但是我覺得圍巾這邊經濟開始有點變差 可能趕快往後退一些 戰艦數量其實有點不太夠 因為後面有很多火炮戰船在輸出的 這邊再拆一座劍塔 OK來不及蓋好 火炮戰船要小心一點 因為火炮戰船是很怕對手奴炮戰船的 終於有這個重型火戰船了 但是沒有快速嗎 快速重型火戰船 還是一般都是叫這個 火戰船 沒事沒事 有啊有重型火戰船 有有有有有 沒事沒事 因為西西裂起來是有 好那升級好重型火戰船了 好讓大家看 哇這個坦度明顯提升了 哇很坦很坦 這邊又壓了回去 後方戰船 蒙古也是補了過來 但左邊感覺不太妙 左邊這邊被壓了回來 這邊要考慮轉出一些特色戰船喔 還是繼續奴炮戰船一直線呢 好那右側的一個海戰工防戰 台灣隊拿上了一些優勢 這邊殺生買了一些石頭 用防箭塔來防守 但後方的一個火炮戰船的一個戰船 攻擊傷害實在太高了 這個劍塔很快就被打爆了 好火炮戰船這邊再偷偷打一下 欸這邊有稍微走位 躲掉了一些炮彈 哇這邊好像沒有控好 火炮戰船直接被收掉了三台 哇數量直接瑞減 那待會這邊要繼續攻堅 劍塔的部分可能會有點困難 而且對方已經點下了火箭技術喔 這個火戰船還有弩炮戰船 被射到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左邊台灣隊的一個戰船 又從左邊包夾 想要來斷對手的一個出海點 但沒想到自己想要打這個斷海的出海點 反而被包夾了 正面有點打不太移 然後出海過來增援的船艦 又可以在左側 又變成一隻展開 輸出的空間 CP值就更高了一點 好那這邊 伯仁定開始要慢慢打分路了嗎 這邊開始運輸了一些工程器上倒了 這邊上倒之後 工程器可能有點尷尬 要來撞這個峻頭時機 唉唷還好沒撞到 收掉了 魔物的工程器移動速度非常快速的 這個跑得超快喔 差點就撞到了 好那果然羅莉這邊火炮戰船沒有控好的關係 所以這邊攻擊雙劍塔的時間 花了一段時間喔 城堡到現在才開始在進攻喔 那後期如果要繼續這樣打下去的話 來燒老貿易先是個重點 台灣隊現在目標核心喔 只要把這邊站下來 基本上就是台灣的勝利了 但是要怎麼打下來是個問題 好那現在問題也是回到台灣隊這邊 台灣隊這邊要趕快把左邊這邊守住 不然左邊的冒險也是會出大事的 那這邊也是可以利用劍塔 跟城堡去做個防守 因為對方的火爆戰團其實現在數量不多 只有五燒而已喔 五燒其實蠻多的啦 好那這個城堡要打掉 打掉之後 才有可能再繼續做進攻 因為現在要一直被城堡射的話 會有點慘喔 這樣繼續打下去其實經濟來說並不太好 好那台灣隊右側越來越有希望了 那目前看一下大家的經濟 KW經濟有點慘 黃金已經見底了 雖然雖然是有在跑貿易喔 但黃金依舊不夠多 這邊木頭的存量其實還是夠的 大家應該也是很意識喔 自己的木頭會很缺 好那蒙古這邊大衝車突然撞了進來 西西里少爺出了一些重裝騎士喔 但鎖子甲科技還沒有點下 鎖子甲科技點下之後這個騎士才是完全體喔 那騎士這邊防守能守住這座城堡嗎 唉唷剩下520滴 還是被火爆戰船給收掉了 這邊左邊 台灣的一個四級準標大難領頭 但這邊還有一個最後的堡壘 好那這邊台灣隊直接守點城堡 但後面戳密還在修理 這個部分能拿得下來嗎 才差一點 哇打掉了 哇台灣隊這邊城堡守得很不錯 但是左邊問題來了 問題這邊城堡能守得住嗎 海戰方面有點慘 這邊要把他叫KW或是少爺過來 手下左側呢 好這邊戰艦開始往左邊派了 果然還是要去Cover一下 右邊這邊可以稍微暫緩一下 然後 這邊禁塔增越蓋越多 這邊要打這個貿易線其實不太好打 好那後方這邊也是有更多貿易線 這個就比較內陸一點了 就比較安全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要 要蓋這麼貪心喔 直接蓋在海邊 這樣是有點危險 好那KW開始把戰艦往中間拍 稍微也是喔 開始往左邊做一個增援動作 又來斷透 那正面部分台灣隊其實快要苟不住了 好這邊雙方戰艦直接一致排開打 最後的城堡也是被打掉 火爆戰船直接在右側無情輸出 最後一個四季能好好的活了下來嗎 好那由於 少爺把戰券往左邊增援的關係 所以蘿莉一位喔 危機人只能一個人苟住右邊的一個戰線 那目前看起來戰線來說 我覺得台灣隊還是很有希望的 死遊戲時間來到了一個小時 那火爆戰船終於來了 來到這邊 哇這感覺雙方打得 好像不是短時間可以打出來的東西的感覺 是不是打得有點久 好那這邊我們用二倍數來看好了 我覺得一倍數可能會看到天荒地老 哇這感覺短時間真的不會誰輸誰飲很難講 好我們用四倍來看好了 好那目前日本隊這邊 啊不是日本隊 日本這邊還是去打這個奴號戰船 那這邊可能 阿根廷這邊要打也只能靠蒙古 蒙古打登陸戰比較好一點 好戰船再繼續做開砲 看起來兩邊不會有太大動作 但中間這邊有少量的蒙古突擊 果然喔 在陸戰用蒙古打是非常強勢的 蒙古突擊攻擊速度快 而且血量也是蠻麻煩的 而且打工程器還有外傷害 算是比較全面性的一個馬功 看這射速多快 他們打這些村民綽綽有餘 這邊照有沒有看到 這邊馬功該怎麼打呢 這邊要趕快拉一些騎士來救援比較好 中間這邊少爺補下了禮座城堡 要來幫忙防守左邊的暗線 右邊圍巾戰船 又拿到了一系列的優勢 但是紅色薩拉斯恩買了一堆石頭 瘋狂蓋這個大型箭塔 要來拖一下右邊圍巾進攻的速度 那感覺上右邊圍巾這邊應該就是這樣子喔 我覺得關鍵應該是在左側了 到中間這個位置喔 中間這邊人拿下來的話其實很賺喔 而且比較不會太容易擔心到 哇靠 這邊是怎樣 蒙古突擊直接來到馬易車隊 哇這個貿易車隊直接被射掉非常多台喔 哇這邊沒有分兩隊喔 這邊組隊直接跑全部跑去追了 右邊其實還有一隊喔 哇這邊貿易車隊被越打越多 其實少爺好像有點碰不太過來 右邊這邊沒有看到 一直在追著這一隊 這一隊在這邊遛狗 反正這一隊還在輸出啊 哇這邊貿易車隊還在倒 哇倒的數量其實有點多喔 哇這就是蒙古突擊打登陸戰的一個強勢地方喔 那如果這邊蒙古開始慢慢轉出打陸地戰的話 我覺得台灣隊可能會有點麻煩喔 因為這個不太好處理喔 這邊村民還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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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遊戲時間來到1小時5分鐘喔 左邊的戰艦又再次排開了 這邊在高處殺了一波 這邊城堡直接爆開 這個畫面非常奇特 蘿莉 我已經能不能打下這一場了 這邊感覺經濟還是很好 這邊開始爆大量的貿易車隊了 貿易可以要開始重啟了 剛剛被殺太多的貿易車隊 再來補一下 好KW這邊也自己轉出了重型奴炮戰船 看來他意識到自己一直出火戰船是不夠的 因為對方只要一出這個自爆船喔 自己的火戰船會直接全部被炸光喔 這是一個問題阿 好 蒙古這邊還在繼續出出 你看這登陸戰多強 還可以秀這邊鎖指甲騎士嗎 哇 原來少爺沒有點鎖指甲 原來被馬公射的這麼痛 痛爆 好 台灣隊目前來到了非常焦躁的一段時間 海戰部分 海戰很努力阿 想要再繼續打贏 但我覺得這邊 好像也沒法加速耶 這邊看起來最高速度就是 正常的一倍速了 這可能是遊戲的限制關係阿 避免讓這個遊戲崩潰阿 所以他可能沒辦法讓我高速運轉 這個遊戲的播放速度 那我 因為這個 其實這場比賽好像快打了快兩個小時吧 印象中 我也不知道誰輸誰贏阿 那目前看起來是台灣隊有點小小的優勢在阿 右邊左邊這邊也打了回去 這邊要特別小心蒙古這邊神行喔 蒙古土地一神行 又上去四月一波的話 可能會出事 好 那KW送了一些駱駝上島 那拜登田的駱駝也是相當便宜喔 但是遇到對方的蒙古土地要小心喔 因為駱駝是很怕見死的 好 中間大戰船直接在重新集結 中國這邊戰船數量其實還是蠻多的 那兩邊戰船達到一個結果 感覺上是台灣隊 右邊站慢慢被逼了回去 所以兩邊雙方都沒有很明確的一個想法在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台灣這邊已經中間拿下來了 這邊可以近前去打登陸戰喔 那這邊就好是靠少爺直接去打登陸就好 因為其他的像什麼霸彈田或打擾皮圖 陸地上其實沒那麼強 這邊陸地強的就只有西西里喔 看少爺這邊還是繼續在出一些戰團在防守 而且這邊貿易車隊是按的有點多啊 怎麼按到了九十幾台貿易車隊啊 這個是什麼情況 少爺是不是貿易車隊補的態度關係 所以導致沒辦法打登陸戰呢 還是西西里少爺這邊是想要打一個存錢動作 存一堆錢之後在那邊轉出軍事喔 這個走向好像也是可以有的 這邊火炮戰船 開拆 OK 這一炮打掉 這個可以瘦得掉 好 那上方戰船直接過來防守 好 遊戲白樂話 已經來到了一小時 十三分鐘 兩邊的一個打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蒙古圖記可能也是想要找地方上船嗎 這邊有點在亂竄喔 不知道在幹嘛 好 台灣對中間的城堡有點危險喔 對面開始在做一個點射的動作 進入火炮戰船 一有機會就回去射個一發 你這時候起一個城堡會被打掉吧 在幹嘛 唉唷 差點爆了 好危險好危險 這邊有點硬蓋耶 不然這個城堡很容易直接被打掉 因為在蓋的時候 城堡是沒有防禦力的喔 沒有防禦力的話很快就會被打掉了 少爺這邊蓋這兩個城堡是 事件好事嗎 我覺得有點不太對 這個有點白給了 沒了 好 右側的部分 感覺圍巾對圍巾人的戰艦數量 開始有點變少了喔 沒有像剛剛那麼大量了 這邊 蘿莉 經濟上來說開始沒有木頭了 哇 果然喔 把整個島挖到沒木頭了 哇 大家都在匡匡買木頭 這就是我剛剛說到的這個木頭買賣的問題喔 團隊島嶼每次打到大後期喔 都有這個問題 如果一開始你木頭賣得太多的話 會很容易導致前期 後期會沒有木頭 所以大部分的團隊島嶼的玩家 都會把這個木頭存下來 哇 現在木頭直接通膨 膨脹到了 一百木頭要六百多黃金 好 那蒙古這邊有大動作了 馬公開始直接上島 做一個進攻騷囉 好 但是裡面有這個 CC裡的騎士 但CC裡一樣沒有鎖支架 這有一般的重裝騎士喔 這邊少爺也在買了一波石頭 那其實雙方戰艦數量開始有點... 沒辦法一直這樣擺給了 木頭其實都不太多了 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的戰船 大家現在不會這樣子點射了 覺得點射會值消耗自己的戰船數量太危險 現在在拼比經濟上的博弈 那薩拉森這邊的優勢就可以慢慢顯現出來了 哇你看這個交易量多大 木頭買到700多塊黃金了 哇該不會買到破千吧 100個木頭要1000黃金有沒有可能 好像有可能 少爺這邊來到了114隻的貿易車隊 看來少爺是要來提供黃金給隊友 然後去買木頭 繼續出更多戰船 但正面部分 上島的敵隊單位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空間這邊要怎麼擋住呢 如果少爺這邊重裝騎士 沒有上鎖支架 數量也不夠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 台灣隊有點難打得贏喔 哇是不是台灣隊要輸啦 那如果不是少爺去跑貿易呢 我想一下喔 嗯 我覺得誰要去跑貿易這個問題 現在很尷尬 圍巾應該是最首選去跑貿易比較好 但如果圍巾現在跑貿易的話 右邊這邊的海戰戰線就會崩潰喔 那如果台灣隊的CC裡 喔不是CC裡喔 達羅皮圖打的話也是這個問題 但是KW又有這個海上的火彈船優勢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要平均分配的去跑貿易就好 就各跑各的可能會OK一些 如果全部投資在少爺身上的話 好像不太好的感覺 這樣變成少爺的一個選擇性就會變少 他就只能專注跑貿易喔 就因事實上來說 能打的一個兵力喔 就會有所限制在 他就只能眼睜睜喔 看著隊友 跟對手在打 自己沒有兵可以做操作的一個問題 沒有撕兵啊 都是貿易車隊喔 會有這個問題 台灣隊目前其實有點慘喔 我覺得台灣隊優勢越來越少了 這邊雖然對手上倒 好 那目前KW的落頭給到 對方還是有蠻大的壓力在 好 那這邊黃金的買賣已經來到了八百多黃金 一百木頭八百五十七黃金 太狠了 注意看 這個遊戲的黃金太狠了 一百木頭居然要價高達快要一千塊黃金 真的是太狠了 那薩拉森這邊 壓力就比較輕了 這個有五%的 買賣的優惠喔 薩拉森買賣來說比較少 這邊還有點救贖思想 來 有大動作囉 日本 跟這個 蒙果 都轉一些生旅科技喔 是要來打登陸招翔戰了嗎 還是只是要來單純來防守岸邊呢 大家的戰船都不敢出 出海口了 大家都是稍微防守 沒有很照鏡喔 雙方都會怕 因為自己的木頭不多 不能再這樣繼續送下去 這個戰船很珍貴 好 那日本這邊 這是日本 蒙果這邊做登陸 紫色中國這邊也是登陸了一些肉馬 跟弱頭上來 蒙果突擊在後方直接無情輸出 但是數量其實不夠多 被追擊的話 還是會有危險 那這邊如果有危險的話 就可以靠後方的 弩炮戰團做一個輸出 所以其實台灣隊 也沒辦法直接照鏡喔 去直接追到這些蒙果突擊 那如果蒙果突擊要繼續打的話 也是個問題喔 因為蒙古這個單位呢 也是很吃木頭的 蒙古突擊是吃木 喔不是吃肉的 所以蒙古突擊跟戰船一樣喔 真貴 那現在KW買賣一個木頭要844 那這邊又買了一些木頭 846元 這就是高通棚阿 喔這邊蘿莉買了一波 木頭來到980塊錢 哇靠 薩拉拉森 不是阿 維京人的買賣真的太慘了 因為維京人本身是不太善於交易的 他的交易路線有跟沒有一樣 所以他的買賣成本是非常貴的 雖然他前期經濟很好 但到後期這個買賣來說 維京人來說是非常吃力的 好 那蘿莉這邊食物黃金其實都有 但是就是沒木頭 好大家小心翼翼 這邊打個一波 好這邊開始勝率上倒 但第一時間用清奇兵全部把蒙古的勝率全部解決掉 好這邊用大量的馬直接去追蒙古圖祭 蒙古圖祭這邊有點難纏 這邊如果要轉戰馬的話也是需要木頭 而且還不一定打得贏這些蒙古圖祭 蒙古圖祭又要來跑到中間的貿易車隊了 完蛋這邊不追就會有這個問題 直接大爆殺這些貿易車隊 每殺一隻就賺100木 100木代表什麼 代表800多黃金 這邊蒙古圖祭太可了直接硬點 哇這邊直接重創台灣隊的經濟 哇這邊果然還是要靠蒙古圖祭 直接上倒騷擾 這邊非常多的車隊直接被截滅掉了 後方很多駱駝直接上來硬追 那差不多可以收完了 這一波著實賺到很多 因為現在木頭已經準備要破千了 哇靠 加木頭買一捆要1047黃金 太狠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什麼什麼誇張的通膨遊戲嗎 好右側這邊 哇 升旅大戰開翁 畢竟黃金的話 用直接翁這個黃金可以造出大量升旅喔 這個是後期確實打升旅戰比較好 而且勝旅也可以造對方單位馬車 什麼都可以喔 這邊再找一下戰船 找到找到找到 第四階沒有往回拉嗎 中國勝旅戰已經開打起來 右側戰船數量台灣隊的圍巾戰船數量越來越少 這邊送的其實有點多 但是 薩拉森這邊的火炮戰船數量也不多 只有一艘而已 這邊要攻堅這座城堡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好那左側這邊 對台灣隊越來越不利 只要一傷到經濟之後 我覺得阿根廷隊已經拿上了上風了 這邊馬車數量已經開始下降了 這邊可能要再稍微補一下 那一補的話就可以容易會有問題 就是這個經濟上來說 會很差阿 因為你補一台貿易車隊要一百目阿 現在一百目已經來到了一千一百三十多黃金 快到一千二啦 你出一隻馬車要快到一千五黃金阿 會不會到三千阿有沒有可能 這個到底是要打多久 很久沒有看到打這麼久的海戰 好台灣隊很努力的想要守租戰線 但博恩蒂 不是博恩蒂阿根廷隊 這邊打的還是不錯的 這邊還殺到一些村民 這邊城堡輸出輸出 好下方這邊開始有進展的感覺 很多肉麻加上自己的生率 要來做錢壓了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 中國這邊 不趕快上島蓋馬舊呢 因為現在連馬舊都蓋不起來 你現在一個馬舊就價值快要兩千多黃金了 所以你要上島 登陸打建築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資源很緊繃阿 但是現在其實可以考慮喔 轉一下這個 現在農田其實也快要沒有了 因為農田也很貴喔 一片田就要好幾千塊 不如用買肉的方式就好了 好那這邊再賣了一堆食物 因為現在食物還是很便宜喔 食物賣一賣還是十四塊錢而已 這米奇大時代賣肉是為什麼 那其實可以不用賣肉 肉賣了也換不到多少錢 還不如直接給隊友 來出這個騎士去島上 靠個一波 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邊要來上島了 這邊是不是要買石頭 直接插寶進攻了呢 再來出這個蒙古土地 有沒有可能 大家木頭非常的見底 目前蒙古這邊肉量還是蠻多的 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些草原奇兵或騎士喔 那我個人覺得騎士可能會好一些 但是草原奇兵也不錯 畢竟蒙古的草原奇兵也不錯 畢竟蒙古的草原奇兵有血量加成在的 好那這邊決定要打什麼呢 這邊村民還在等待 好這邊買賣一波 欸好像巫匠喔 稍微下降的感覺喔 好台灣隊這邊其實後方的一個防守來說還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台灣隊現在有點 不知所措的感覺 不知道該怎麼打 那阿根廷隊這邊也是打得很小心喔 好這邊大量的馬直接上來尻村民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的火炮彈船 跟弩炮彈船在後面輸出 但這邊村民一直在前方島嶼不知道在幹嘛 我有點疑惑 蒙古這邊 這邊真的不知道拉這些村民是要幹嘛的 好這邊勝率直接上島 那個村民上島是要給對手壓力而已嗎 他其實沒有要做任何事情 好戰船數量其實大家都很緊繃了 那圍巾這邊也是喔 戰船直接躲在這個角落 他只要溢出這個港口就會被抓到 但是薩拉森現在也不敢出門了 兩邊都是一個龜縮狀態 好那中國這邊戰船直接壓到台灣隊的一個出海口 這個出海口死守的話 台灣隊其實會有點被限制住 因為這邊一直都變成他們登陸戰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邊一直都變成他們登陸戰的一個地方 蛤? KW在轉重裝長槍兵 問號 這個是問號欸 好那目前看起來遊戲時間來到了1分44秒 台灣隊目前看起來有點慘 這邊慢慢開始轉出了生旅科技 這個最俗思想 可以招搶對方的生旅喔 欸在這邊轉出了一些西西的薩金特衛隊 大金特衛隊如果只要點出了十字軍東陣的科技之後 所有單位都有這個抗著想的功能 好這邊直接前壓碾得不錯 這一波碾下去可能會直接把對手的單位全部碾光 但是這些海上單位依舊是沒辦法處理的 所以後方要拉一些戰艦過來處理對方戰艦喔 但是第一時間日本跟中國的戰艦直接回撤 並沒有直接魯莽開打 雙方最後戰艦要來直接一個大戰 大決戰了嗎 不行喔這邊決戰的話 台灣隊可能會出事喔 現在我們沒有初級的本錢喔 我知道為什麼 蒙古是不是因為村民沒事做 所以才跑到前面了 去給對手壓力喔 或當肉盾再送 是不是這樣子喔 看起來是欸 現在大家島上的村民都其實都沒事了 沿岸的海邊也落不到雨了 這些村民在島上找不到自己工作了 全部都被AI取代了 現在人工智慧非常發達 我最近有在用那個人工智慧喔 我想說用人工智慧去 採一些圖出來 我發現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在考慮喔 要不要以後把這個人工智慧 納入我的這個YouTube的一個製作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繪畫白痴 如果有AI來說的話 可能會好一些喔 就可以自己有產出自己想要的圖了 好 好 那時代真的是不同了 真的有點感慨喔 現在人工智慧真的是非常發達 現在已經打到後期 已經不知道該講什麼了 開始在閒聊了 這個日本對 好 日本這邊的火彈船 就在潛壓囉 哇 我想說他這麼兇喔 要直接壓上去了 不行不行 好 不能招勁不能招勁 少被勾引過去 那目前遊戲時間來到了1分50 1小時50分 那兩邊的分數其實相當接近喔 但我不確定這個賽制是怎麼樣 時間滿2個小時 最後是看分數取勝的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目前台灣隊是落後分數的 沒想到一場比賽可以打到2個小時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 好 這邊肉麻直接上倒 再來砍賣力車隊 只要砍到一台貿易車隊 就直接賺1000塊 很讚喔 哇這邊有砍到幾台貿易車隊喔 不錯不錯 哇這邊博文帝 肉麻上來直接開砍 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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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台就賺一台 OK 肉麻這邊誤入城堡區 直接被射死 好 那台灣隊的分數還差伯恩帝400分 這場比賽遊戲感覺要來到了尾聲 這邊用了一些少量的聲音來做招翔的動作 這邊有機會能打得贏伯根蒂嗎 不是伯根蒂啦 阿根廷我怎麼講伯根蒂 那現在其實還有一個拉分的方法 就是研發科技喔 你只要科技研發好 分數就會再往上跳一些 這邊紫色也研發好 分數再往上跳了一些 這邊買賣分數也是在變化中 但是台灣的分數還是差了500分 分數相當的接近 但是兩邊都沒有決戰 兩邊都很小心翼翼保護自己的分數的感覺 在做互相招翔的動作 但分數越拉越遠 台灣分數還距離500多分的感覺 好這邊大羅馬直接過來開靠一波森旅 好這邊做一個買賣 買了一堆石頭 好勝率全部被砍死 台灣隊這邊分數直接上漲了200多分 距離對手分數還只差一點點 這邊肉馬再繼續做騷擾 家裡的部分還在打 台灣隊要來決戰了嗎 是防守呢 好這邊 唉唷 少爺登陸了 薩金特衛隊直接上島蓋兩座城堡買賣上去一波 這邊薩金特衛隊直接開靠這邊的貿易車隊 這一波上島進攻非常成功 這邊打到了非常多的貿易車隊 少爺這一波奇奇戰術成功了 台灣隊是不是要逆轉了呢 最後的一波台灣隊做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 打掉了非常多的貿易車隊 台灣隊好像要逆轉勝了 這邊台灣隊把所有的資源拿給少爺 直接蓋了非常多的城堡 中間一半的一個距離直接拿下來了 而且這邊還有薩金特衛隊出來做一個十級動作 哇這邊少爺的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薩金特衛隊持續再出 而且這邊石頭非常的多 城堡可以一直蓋一直爽 好但是石頭這是最後一動 那基本上島上的一個貿易經濟直接要被拿下來了 那目前看到自己經濟被毀 左右兩邊直接開啟大戰 有點經濟沒有後期了 這邊貿易車隊直接被殺光 那我就意味著 伯根蒂隊是 不是伯根蒂 阿根廷隊是沒有未來的 怎麼辦怎麼辦 後面還有又城堡再買一波 哇靠這時候 對手阿根廷B隊打出了聚聚 哇少爺這一個登陸打得非常的漂亮 為台灣隊拿下了第一勝 哇那果然喔 最後還是要靠少爺喔 那就是跟我講的一樣 真的要打登陸戰只能靠西西裡喔 那這邊還是蠻穩紮穩打的 直接慢慢往上登陸 也沒有非常魯莽 就是直接想要深插到裡面喔 一步一腳印喔 直接插到這個貿易路線裡喔 非常的致命喔 這個被插起來基本就是沒救了 因為你要蓋一台巨型頭實機或衝車喔 都是需要大量黃金的喔 但是你的貿易車隊被殺行 也沒有黃金可以去買木頭 所以導致阿根廷隊喔 也只能打出巨巨 哇這個相當關鍵喔 這個應該是等了很久 才去打一個最終決戰喔 雖然台灣隊的海戰有點快要打輸喔 但是最後面這一波登陸 打得著實的漂亮啊 我們看少爺看他經濟就好了 經濟就參考參考 笑死 哇 少爺這邊越南跑這麼多貿易車隊 不是為了要給隊友 而是要為了讓自己買石頭嗎 哇少爺這邊真的是高手 老練的高手 那我記得少爺也是跟我們以前一樣 都是這個VOO時代的玩家 他也是非常資深的一位西里國選手 他最近王子的回歸 這個實力依舊不減喔 打出了最關鍵的一個戰術喔 西西里城堡 寶吹 非常的漂亮 好那我們就來進入第二場比賽吧 OK那我們來到第二場比賽 台灣各位 台灣各位對上阿根提B隊第二場比賽 那剛剛第一場是由台灣隊 拿下第一次首勝喔 那這邊目前是選擇的是阿拉伯地圖喔 那之前有聽其他高手在講喔 說台灣B隊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比較硬的地圖 比較吃力一點喔 那阿拉伯這個地圖喔 就是比較偏硬一點的地圖喔 就會比較難打 就是硬實力的部分 可能對他們來說 會比較需要受到考驗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灰色 這個青色的喔 青色式的文明是選擇了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伯恩蒂選擇的喔 不是伯恩蒂阿 一直講伯恩蒂幹嘛 阿根廷阿根廷這邊選擇印度斯坦 在阿拉伯這樣的地圖來說是相當強勢的喔 基本上是萬用 打步兵 弓兵 還有這個 馬槍 都可以 所以印度斯坦是首選 沒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灰色 灰色是選擇了這個瑪雅 瑪雅的部分呢 是比較算是強勢的阿拉伯團戰的文明喔 他在外加的時候 弓兵數量非常誇張多 而且經濟又好 那後期無聊還可以轉一些老鷹喔 四處亂串 非常難纏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根廷那一家 另一個那一家是法蘭克 哇靠那一家印度斯坦 然後另外一個是法蘭克 這個著實有點硬啊 台灣隊這場要打贏 我覺得不太好打 這兩個非常難纏 而且又有馬雅 那法蘭克的話 最著名就是192遊俠 那後期也可以打直斧 冰火槍火炮 都沒問題 當然還是這個192遊俠啊 非常難纏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哇 哇 藍色選伊索比亞欸 哇伊索比亞也是狠狠的喔 在團戰後期的這個 頭車火炮的這個攻擊範圍 是非常廣闊的 那前期攻兵射速又很快速 那基本上阿根廷這邊選的文明喔 非常的狠 雖然我不知道這場是誰輸誰贏喔 但我覺得台灣隊有點兇多吉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我們的少爺 那少爺這邊選的是哥德喔 那我們哥德在之前的中國隊比賽 有看到這個右 使用哥德外架 然後這個插箭塔 插進塔 裝甲塔進攻 然後到了城堡石道 直接轉哥德位隊 直接開砍的一個策略方式喔 也是有的 好 那就來看一下紫色 那紫色的部分是選擇了馬扎爾 那馬扎爾的話 那一家的話 弱馬是有個優勢在的 免費的異攻鍛道技術直接給你 那到城堡時代的話 也直接上惡攻喔 所以基本上城堡時代 只要上這個品種阿 跑術 還有二級防阿 就是一個完整的騎士喔 惡攻惡防騎士 但是他的缺點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要怎麼營運呢 也是這個馬扎爾的一個問題喔 好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KW KW選擇的是這個匈奴 那匈奴的話 那一家的話可以打騎士喔 那馬攻的話也是可以喔 看情況而出喔 那目前看起來的情況 我覺得出馬攻的情況是比較多的 因為對方有印度斯坦了 印度斯坦的駱駝很麻煩 但如果出馬攻的話 控制上也要好 如果站著跟對方的駱駝島 也是容易打不贏的情況 那目前看起來 匈奴這邊選擇 這個選擇 我不確定喔 是不是一件非常好的選擇 不確定喔 但有可能是因為 ban peak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沒有其他文明好選 所以才選擇匈奴 也是有可能的 好 那來看一下外加 外加這邊是選擇了阿茲特克喔 米奇大師選擇了阿茲特克 那阿茲特克的外加的話 經濟上來說也不會太差喔 而且工兵也來說也是OK的 但是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這個工兵會稍微被削弱一些喔 因為沒有拇指環 只要對方點出拇指環跟彈道血喔 但你在對射的時候 這個阿茲會特別的難打 這個是需要注意的一點 那本身阿茲經濟前期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盡可能要打出一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阿茲這邊打一個老鷹豹阿 或是裝甲黑棒棒快攻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現在這個時間點喔 不太可能是打棒棒嘛 這個要是打棒棒 絕對是打到頭破血流 不太可能打這個棒棒了 好 那米奇大師這邊 封建時代快要升級好 那目前應該也是會打一個工兵開局喔 稍微小微一下 然後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我們趕快看到這個封建時代 哇 那個第一場實在是龍太久了 第二場可能要稍微加速一下 好 那這邊少爺直接前壓一個軍營 然後開始插劍塔 哇 果然喔 哥德爾外加多常都是要來開稿的 長槍兵 然後裝甲步兵 開始前線壓制 好 這邊長槍兵一出來 直接開戳 哇 戳到一下 這邊法蘭克直接被戳爛 好 那這邊阿茲 果然下了射箭場 那內架的蘿莉是選擇出肉馬嗎 肉馬開 也沒有直城 好 兩邊都是出一個肉馬開 打的還是比較正常一點 阿拉伯就是要這樣打 外加工兵 不然就裝甲塔進攻 不然就是步兵喔 騷擾 但步兵騷擾的效果其實不太好 到了比較封建中期之後 工兵還是可以主打戰場 所以這邊台灣B隊 我覺得少爺這邊 裝甲塔工是一個核心的重點 只要這邊少爺打得不夠侵略性 或是騷擾失敗 都有可能埋下伏筆 因為很容易 這個裝甲塔一打失敗 工兵數量易輸的情況 很容易就只被秒殺了 我是有看過直接不理這些塔入侵喔 直接拉大量工兵直接過來防守 或直接對 對這個 這個哥德爾家裡 村民直接做個騷擾 直接爆開的情況也是有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對手 伊索比亞這邊會打什麼樣的戰術 伊索比亞選擇是 喔是這個藍色 藍色是這邊拉四川 直接拆這個箭塔嗎 但插箭塔要小心一下 這邊有長長兵 直接射死 後方有洛瑪在繞 這邊長長兵直接戳死 後方的洛瑪 第二工兵直接把長兵收掉 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洛瑪直接在做一個大開戰 哇兩邊打得非常的謹慎 這邊卡雖然好了 工兵直接下到了下方處 箭塔是射不到的 村民直接把裡面的村民給逼了出來 來 沒收到嗎 有點歪 OK這個箭塔拆掉 哇少爺 我才剛說完他就真的出事了 這就是我說的 這個裝甲塔如果太有侵略性了 如果被阻擋下來 基本上就是凶多吉少 因為這時候少爺要去轉出自己的工兵是偏困難的 因為他已經投資了一些經濟 在這個瞭望塔上 你要跟對手打贏 這攻速加成一索比亞的工兵是不太可能的 然後待會對方落馬數量又有上的優勢 這邊防守來說只能靠箭塔 就是這樣子 直接箭塔差 那如果變成箭塔防守的情況就會有個問題 少爺沒辦法幫助隊友 那就回到蘿莉身上了 這個問題 那蘿莉待會的壓力就會非常大 所有的工兵跟刺手都會跑到家裡 跑到他這裡來 那他這邊可能要趕快圍死或上大直牆 都是一個選擇 那如果這邊是直接上大直牆的話 那KW就更危險了 KW這邊直接被鑽個Holy... 然後工兵也直接走進來 完蛋 KW直接被秒殺的感覺 感覺不妙 台灣隊真的是硬實力部分 B隊會有點慘的感覺 這邊直接拉走很傷 但不拉走又很虧 這個箭塔能起得來 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工兵可能會走到箭塔下面 刺頭直接上了硬尻 完蛋 BBQ了 這邊村民死了一村 兩村 三村沒問題 四村呢 四村沒有 直接走掉 哇還沒有站下面 若是我就想要站下面缺口 因為這樣對方勢必要拉一堆刺頭怪 包夾才有可能打贏這些工兵 或是要直接出這個毛病 好那台灣隊 少爺這邊直接被擊殺 兩村 吃果的村民直接硬身倒地 這邊前線的挖刺頭箭塔 也是直接被拆掉了 基本上台灣隊目前各家全部著火 這裡還有穴 哇靠 蘿莉也直接爆炸 各種磚穴大成功 阿智這邊是反正是熟的比較好的 米奇大師這邊打得很穩健 當然這邊出的是毛兵 也不是工兵 哇你出毛兵的話 也打不贏對方的刺頭 雖然有配長槍兵 是稍微可以擋一下 但是我們的主動性 就會變成被動 沒辦法很主動去 騷擾對手的村民 就只能被迫防守 那確實 現在台灣隊也真的是該防守 雖然現在三家 四樹都在著火 好這邊 刺頭速量其實有點夠喔 感覺是可以打贏對手的工兵 加上持火的組合 OK 蘿莉用著馬扎爾異攻的優勢 直接打贏了 而且這裡有下品種 品種以上直接屌虐 我之前影片有提到 法蘭克雖然有20%血量加成 但是在封建時代的刺頭 血量只有54滴血 那像馬扎爾下品種之後 血量是可以直接打贏法蘭克的 65滴血對上54滴 差了9滴 其實差蠻多的 好那這邊少爺 生活開始可以自理了 劍塔也開始越差越多 右邊這邊果子也沒有吃完 但沒有關係 果子不是重點 重點是趕快把這邊再拆個禁塔 防一下 好那這個剛剛說的米奇大師 毛兵喔 數量有點多 但是稍後來說 進攻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KW刺頭也是稍微擋住了 這邊經濟開始好轉了一些 雖然村民上來說 台灣是稍微落後了 落後了九村 但是還是有勉強守住了 好下方這邊肉馬直接打開砍 哇這邊KW刺頭第二波直接殺了進去 這邊稍微打回來一點東西 這裡有少量村民也是被打倒了 那KW這邊出肉馬的話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兩家騎士果 加上兩邊的外加的工兵 沒有問題 阿茲這邊可以選擇 大挖黃金 上到城堡時代 直接阿茲老鷹飛 也是一個選擇 這就是可以取代工兵打法的一個外加問題 這邊通常的外加都是打工兵 但是這個老鷹果 不一定是要打這個工兵 打老鷹也是OK的 那紅色這邊 這邊毛兵過來 但是對方也是 瑪雅的關係 也是有老鷹的 其實大家的工 大家的瑪雅是在亂串了 沒有太多的一個奇怪的打法 都是蠻正常的 好那這邊 赤猴待會當到城堡時代 這邊沒有點青奇兵的升級嗎 其實這邊可以考慮點一下喔 法蘭克這邊青奇兵是可以補一下的 因為肉馬的數量其實夠多喔 這邊大量的蘿莉的肉馬 直接追得出來 但是蘿莉這邊由於點了非常多的肉馬 關係經濟有點失調 好這邊挖金八個人 農田上來說二十二個 肉馬上是三馬就出馬 雖然數量上很明顯可以贏過對手 但是升級上來說是非常落後的 好這邊騎士過來直接要來拆這邊劍塔 應該沒問題 好這邊少爺有可能要趕快補下重裝長槍變升級 那盡可能喔 挖出一棟城堡 然後轉出哥德威隊 開始做前壓動作 會好一些喔 不然這邊實在是太被動了 但現在也只能被迫被動 他也沒辦法主動 現在是很明顯 就是前面的這個 卡壓失敗了 被迫只能這樣打 好那伊索比亞的弓兵 直接射光蘿莉的所有的肉馬 哇全部吃光 問題可大啦 這一波肉馬送光 這邊還能打嗎 這根劍塔也是要被活活拔掉 那這樣要被迫去找另一塊石頭來挖了 這邊有直接去補石頭嗎 還是要直接靠買賣上去呢 哥德這邊一定要買一棟城堡出來 但是現在很明顯石頭是不夠的喔 只能蓋劍塔 劍塔防守其實也是非常的不給力 真的是不給力啊 因為遇到騎士的話騎士抓癢的喔 好那手寸的話傷會稍微多了一些些 但是抗箭矢能力還是很好 因為畢竟法蘭克血量120D 顯是正常騎士的血量 但是已經有二防了 但是法蘭克也不敢持續的 在劍塔下持續吃傷害 好這邊直接升級 城堡時代阿茲選擇了戰矛跟弩兵的升級 打得凡是比較正常的工兵開局 也沒使出老鷹飛這種特殊招式 那這邊果然果不其然 哥德這邊加了一堆劍塔 所有的兵都會往內加跑 那往內加跑的話 就是他一個人擋兩個人的兵力了 那這邊工兵加上騎士實在是不太好處理的 這邊一定要再補一個BK出來打 那如果補BK的話就落入了對手的陷阱 但不出BK的話對方投撤也很難打 哇種種問題直接接我而來 那我不太確定蘿莉這邊要怎麼打會比較好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可以考慮下個修道院 跟頭子車奴炮都可以選擇 那騎士的部分還是一定要出 所以這個黃金要怎麼守住 是個重點 人守得住的話就有未來 守不住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打GG了 好那少爺終於也升到城堡時代 最後升到城堡時代26分鐘 這是少爺 好那這邊台灣隊左邊打出不錯的戰績 KW跟紅色米奇大士 已經入侵到了敵方的主經 造成了瑪雅斷經的狀況 那瑪雅這邊第一時間也在往後開個TC出來 要來挖後面的野精喔 來補下斷經的一個窘境 那正面來說瑪雅還算是好打的 因為他的攻兵數量還是很便宜 造成冒時代折扣更多 但對手阿茲這邊出的戰毛兵數量有點多 導致他不能上去前翼的隨意的射擊 卡龍射一射就被毛兵給打了回去 而且這邊也有配一些少量的奴兵喔 所以導致打這些駱駝傷害是很高喔 哇這邊駱駝直接倒了快 好那這邊KW第一時間 沒有拉阿茲兵騎士去打後面的工兵 但是也沒辦法 駱駝數量有點多可以直接全部吃掉 這邊米奇大師直接被對手的奴兵上前前壓的動作嚇到了 只能被迫撤退喔 而且這邊駱駝數量其實有點多有點難打 好那目前台灣隊左側稍微被打了回去 那目前蘿莉的一個狀況還算是OK的 但是有個問題喔 現在太多農田被鎖住了 所以肉量或許有點困難了 現在出騎士已經按得非常緊繃喔 好這邊有少量騎士 要來直接到伊索比亞家裡做騷擾的樣子 但是哇靠 少爺直接3TC開農賣隊友了 那也不算是賣喔 應該是有跟隊友溝通好了 他跟他說自己經濟很長 先農一下喔 等上城堡時代有經濟之後 再來抱這個割的衛隊喔 來幫他一起做個鞋防動作 畢竟他沒有割的衛隊之前 割的就是一般的步兵文明喔 沒有太多特殊能力了 好這邊我覺得蘿莉做得很好是 後方還有去開一下TC喔 繼續開農 出兵防守之餘喔 也有在出這個TC喔 再把自己經濟再搞好一點 這個都相當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要小心的是法蘭克喔 法蘭克這邊經濟實在太好了 蘿莉這邊拉了非常多騎士 是想要到法蘭克家裡看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在搞什麼鬼 除此法蘭克現在已經4TC開榮狀況 金礦非常彩量非常穩定 這邊連二級絕金技術都點下了 哇靠這邊法蘭克經濟會非常的好 好但是家裡的這個狀況還是沒有解決 攻兵還是很大量 這邊要來直接把農田射掉了 其實也沒太多問題 OK這邊直接收村 好那少爺這邊直接4TC開榮 那蘿莉的騎士直接東森及西 直接來突襲法蘭克家裡的領地 但法蘭克這邊防守非常漂亮 沒有拿外面的兵回首 而是用家裡自己產村的馬就開始做防守 也是順利的擋下來了 哇這邊法蘭克非常的穩定 那反觀是左邊這邊 台灣隊阿茲加上匈奴有點節節敗退 對方駱駝實在太煩了 而且瑪雅的攻兵數量依舊是很多 而且經濟還是很好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連那個射箭槽也是開始慢慢補下來 彈道水也快好了 台灣隊可能是有點糟糕的一個狀況 開始有點沒辦法繼續做一個防禦的動作了 從前越被越射越少 這邊蘿莉經濟有被傷到了一些 但是重點哥德終於農出關了 第一座城堡終於要落座了 那城堡一出來之後 哥德威隊就有希望 可以去痛擊對手的一個工兵國家的一個問題 那待會我也不確定 會不會這個哥德威隊第一時間去救一下蘿莉 這就要看一下他們兩邊的一個偷偷默契了 好這邊稍微補一下工程器製造鎖 果然還是要出個頭車打下這個工兵喔 臺灣隊目前稍微落後了一些 駱駝數量越來越多 哇你看這個瑪雅的工兵 超額 馬上補下這麼多 好這一波殺進來 蘿莉實在是阻禁守不住了 只能被迫往後撤 但如果稍這一來的話 後面這個BK其實意義就不太大了 這個BK一出來可能也是會直接爆開的喔 那這邊要不要取消呢 還是直接出來投一發 這邊要看蘿莉的意願了 因為是要出來投一發了 欸沒有直接滴掉了 哎呀一定可惜但沒有關係 這邊稍微做了一下停損 哇但是蘿莉感覺快沒有呼吸了喔 他這邊要出騎士已經沒辦法按了 基本上對方法安克要來TC爆也沒問題喔 直接把這個TC只用騎士吃下也是OK的 這樣一來的話台灣隊基本上就已經全部倒光了 好但是最後的希望 哥德爾已經開始要做一個潛壓動作了 這邊上到帝王時代的是法蘭克 那米奇大師雖然也上到帝王時代 但是他是外加 而且可以打這個強弩 那一家的匈奴出了非常大量的騎士喔 那離帝王時間還有一段距離喔 那少爺這邊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直接開農 犧牲掉了蘿莉喔 蘿莉直接被隊友賣掉 但也不算是賣啦 因為有可能他們已經溝通好 上帝王就交給他一打二了 這是比較有可能的喔 那這也是阿根廷隊友打得很好的關係喔 所以對手才可以這樣子 就是暢行無阻了 直接開圖 好左邊這邊上到強弩之後 騎士的部分待會要再補一下 這個帝王啊 帝王升級趕快補一下 好台灣隊的一個經濟狀況其實不是很樂觀喔 經濟上都沒有好到哪裡去 那我覺得匈奴這邊暗的村民 不是暗村民 暗的這個騎士出場點太多了 但也沒有第一時間上 趕上前往上去打村民喔 哇 這邊法蘭克已經上到了 城堡時代 重裝騎士血量144滴 現在提起想要怎麼猜就怎麼猜 直接硬吃也沒問題 蘿莉是不是要直接被滅國呢 後方還有強弩 再來步步為營 打開到了KW的一個經濟狀況 那目前少爺是最後希望 少爺這邊割著衛隊才剛出來 有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重衝對手經濟 這邊TC一直被拆 出來的村民也是被射死 哇 這邊蘿莉準備要沒呼吸了 這邊村民挖手也是嘴邊被塗光 下方這邊 共兵過來 但是後方 駱駝有點多 雖然有強弩上的優勢 感覺這波也是快要打不贏 有點打贏的感覺 但是蘿莉已經沒有呼吸 哥德爾衛隊 能在第一時間做出一個 改變拯救世界的一個效果嗎 感覺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少爺 卡文隊 他們打出了GG 卡文隊 應該是輸了 因為米奇大師還不想投 想用強武攻隊方對射 他是忘記要頭是不是 好我們恭喜 柏根蒂比一隊 拿下了儀勝 現在目前是台灣 一勝 柏根蒂一勝 1比1的戰局 台灣隊這一波打得有點尷尬 那我覺得 有點被我預言到的感覺 這個哥德爾人 前面這個裝甲塔弓 只要被擋下來的話 就會很慘 慘得要命 這個招數確實不太好用 那我覺得台灣隊的一個基本功的觀念 在阿拉伯可能練的不是很輕 畢竟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打油木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打阿拉伯 所以我很喜歡去日本的速器 去打阿拉伯4打4 那我覺得台灣隊的部分 可能要再新增一個阿拉伯 4b4內戰的一個玩法 不然打油木我覺得太娛樂 隨機性太高 雖然大家都是想要來娛樂是沒錯 但如果真的要打比賽的話 還是要多練一下阿拉伯 基本功練好的話 比賽來說比較容易得名次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